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猛响》编辑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观众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猛响正向西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节我们谈谈澳洲 澳洲其实有条消息令到全澳洲人震怒 是什么事呢?就是原来我们辉瑞疫苗 没有道是因为执政党 有些人说故意拖延 有些人说傲慢 我们看看事实是怎样 反对党工党其实 同媒体就揭露了一件事 就是 摩总政府即是联邦政府 去年全球大家很大力地求辉瑞取疫苗的时候 他们有疑似 故意推辞 以及一些很傲慢的态度 令到辉瑞公司 是迟了 还有我们是买少了疫苗 当然是辉瑞疫苗 也认了一句话 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节目说过 陆克文 和辉瑞的CEO 博尔拉博士 其实是很好朋友的 因为大家之前都在纽约一起住 经常有讲有笑 吃饭喝酒 陆克文就问博尔拉博士 喂兄弟 可不可以早点到货 澳洲疫苗或者多买点给我们呢 博尔拉博士就说 其实我们已经尽力了 后来 一个商界大佬 就是找陆克文出面 找博尔拉博士 那位商界大佬就说 原来辉瑞公司就跟他们说 不好意思 你们总理Scott Morrison 摩总 态度很傲慢 当时他就没有回应 想不到 这封电邮 我们也看到一些端矮 原来现在这个联邦政府 拖拖 而且态度好像不太好 你想想 别人问你的时候 你拖成一段时间才回孕 但马sir被人感觉是不是 你好像不理我 你好像忽视我 对他这件事不紧张 对 你说作为一间全球都要找他 叫他提供疫苗的大厂 你说他会不会给你好颜色 当然博尔拉博士 人也是比较 横厚的 而且陆克文和他教程有 所以 我们现在也有些辉瑞送到来 但是他说过了 迟多少 对 而且多就没有了 就早点到 但是你说多买点 对不起 人家一早已经订了 没理由要只是顾你不顾别人 对不对 我们又看看这封电邮 这封电邮就是 反对党工党 用一个法律叫做 信息自由法之下 申请获得联邦政府和辉税公司高层之间的 通讯记录 这些文件就显示去年6月30号 辉税公司的一名人士就向卫生部的一名官员 他就说高级官员 就发了一封电邮 就建议我们卫生部长亨特先生 和这间公司的高层来一次线上会议 由于疫苗研发的形势迅速发展 包括通过和其他国家合作 我们要求尽快 有一次叫做视像会议 这封电子邮件就包含 一封由辉税奥大利亚公司总经理 写给我们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先生的一个附件 就要求举行一次会议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潜在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规划 要进行讨论 因为他要知道你买多少和怎样用 辉税澳洲公司总经理的名字 就在这封电邮上看到 不过根据自由信息法 就把名字抹了 不过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也提过这位女士 就是她爆料说澳洲政府很傲慢 就是叫做 Ann Harris 夏里士小姐 三天之后 即是去年的7月3日 联邦卫生部 第一助理事务官 叫做Lisa Scottfield 其实她回复了辉税公司 就说不好意思 部长是不会参加这个会议的 拜登和前以色列的领导人 内塔尼亚湖 内塔尼亚湖打了十几次电话给博尔拉博士 只是为了疫苗 加拿大总理 小道老多亦多次打电话 亲自 求博尔博士拿辉税疫苗 拜登也是有 你这个小官 居然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小官 他就说对不起 我们部长不会参与会议的 但是 这位来自联邦的所谓第一助理 他也说 我已经把你的电子邮件和信件转交给部长了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和辉税公司讨论你们的疫苗工作 包括研发和生产活动和计划 他也说 他不是说自己会安排的 我会叫我的助理 和你安排一个适合的时间 即是他已经是助理 他还叫助理再帮他安排时间 即是卫生部长助理的助理 助理 助理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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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串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辉税公司 一名员工就回复这位助理 Skofie女士 回复 Skofie女士 要求 澳洲卫生部在会议前 签署一份保密的披露协议 CDA 从而辉税公司的几位全球高级同事 在电话中 可以 和你们商讨一系列的 提供疫苗的细节 另外 这封email也说 我们 很乐意在本星期五 的会议 作为 不用签署这份协议的探索性 或者介绍性的会议 在这个 情况之下 会议 仅仅是 只有我们澳洲的同事出席 即是有辉税的同事出席 第二天 7月7日 辉税公司的一名员工 就向 Scoffield 卫生部的助理发了一封email 我们强烈 建议在签署 这份 保密披露协议后 与我们全球高管举行 90分钟的会议 叫做 认真和尊重 你看到 这样 但是这位助理 就说 我只是和你们辉税本地团队会面 因为联邦的这类 保密披露协议 不是通常的做法 这位助理 来自我们卫生部的助理也说 我想提议 我保留 星期五早上的时间段 并且进行你建议的 介绍性或探索性的 讨论会议 我们 可以根据 需要 随时安排后组的讨论 联邦卫生部 亦都在 7月10日的会议记录当中就说 辉税公司希望讨论尽快进行 并且可以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部署疫苗 你看其实辉税都挺好的 希望快点帮忙 辉税公司 还想知道疫苗的时间表 以及 审批程序 这个正常 因为我卖东西给你 我都知道我的东西如何流向 因为 大佬 他说是大公司 知道如何流向才行 要互相合作 要更多的 没错 你和我 跟助理谈 是呀 是呀 你很串 他还要做助理的助理 另外 7月23日 辉税公司的一名代表 亦通过电子邮件 告诉这位联邦卫生部的助理 英国和美国 已经和辉税签订疫苗供应协议 当时澳洲还未同意签署 所谓的 王子披露 刚才说的那份 叫做 保密披露协议 有些东西不能说出来 那份 CDA 就是刚才那份的CDA 他连这份都未同意签署 亦更加 没有同意 与辉税公司全球高层举行详细会议 你真是大事 人家辉税都肯出高层和你谈你 就不同意了 好惹 澳洲真是够大事 现在不是搞到一副都是 是吗 究竟你是不是有意拖延 当时 辉税的电子邮件就说 看来 我们 双方的法律代表都是 要解决关于 你们联邦这份CDA 的叫做 几个未有解决的问题才行 我们期待 一旦签署之后 和你们安排另外一个会议 推进我们的 合作程序 工档 就说 这份文件 原来一直到 8月4日 联邦卫生部长 亨特办公室 一直都没有人联系辉税公司 亦都没有人 跟辉税说 我和你的高层 可以开会 没有人说 大家看着 6月30日 到8月4日 多久 反对党的 发言人 他 叫做 马克不拉 就是说 为什么政府对于 辉税协议 采取 故意观望的态度 故意观望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 很明显 别人都失出了很大的善意 而且别人都会找高层跟你谈 你又搞笑 就是找一个 就说 你找澳洲的 代表谈得 别人是出高层的 你是不是又要找 联邦 卫生部的助理和别人高层谈 你是不是需要再 跟你老板 亨特先生说 现在辉税 好像都挺认真 找他们全球的高层 和我们要开90分钟会议 老板 你想想想要是否要约时间 你没有 你没有 不怪 博尔拉博士后来那么生气 当我们澳洲是臭死 幸好是绿黑文 而且 澳洲的 国防部长 因为大家都在Britzbank 我都说过这位 刚头先生 达顿 我以前 一开工 一落斜坡 落高速的时候 又看到他的 选举 他一看到他 我就觉得 糟糕 又看到他 今天没有好运 达顿 居然 绿黑文就说以一个普通澳洲公民的身份 问一问博尔拉博士 作为一个朋友问 就说 有没有办法搞一些疫苗到澳洲 结果 我们的国防部长 很没礼貌 绿黑文你退休就收声 回家睡吧 有没有搞错 就算他跟你不同政党也好 你觉得他是拿你政治着数 但是他已经落下来了 他都说以含选 他也是为这个国家好 现在你这样拖 亿买不到 你拖 买到我 我都说你 现在不行 你是要求人 像契弟 叫BNO组国 叫波兰 叫新加坡 像契弟 这样 这份 新闻集团 就是梅多的报纸 都披露出来 是什么 敲打你 吹你 说你态慢 梅多自己也是接种了辉瑞疫苗 我之前说过他是牛津阿斯利康 不对 其实他是接种辉瑞疫苗 我们看到 澳洲人很生气 他就说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很认真 很诚恳地跟辉瑞签约的时候 我们政府 连安排一个会议都懒 而且是找那么低级的官员 跟辉瑞的人说话 也有人说 澳洲人就是为了 这个无能的政府付出代价 多少人 走了 那些冤云你对得住吗 请问 现在我们是多少宗 没有记错的话 是过了三万宗 今轮疫情 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你们说经常跟着美国 跟着美国基 拜登也很诚恳 这东西就学不到别人了 就是了 另外一个国家 杜鲁多 加拿大也很诚恳 以色列也很诚恳 还要拉网 因为博尔拉博士是 犹太人 奈塔尼亚湖就说 大家都犹太人帮忙 搞到我们现在更多的封城 更少人完成 第二剂接种疫苗 现在澳洲只有36% 完成两剂 人家以色列已经是第3第4剂了 为什么 你总是这么慢 做得这么慢 这么少 而且之前我们坤士兰大学有一个疫苗 其实也挺好的 不过有点错漏 他就立即禁止了 停了支出 现在一样给钱 我们继续研究 为什么你要死捧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是英国来的 当然多数澳洲人都是英国来的 这些祖先 这不关事 其实我觉得 他一个误判和懒 傲慢 觉得我有钱就可以了 不是有没有钱问题 现在有钱也买不到 所以 所以 现在澳洲人付出这么多代价 可以怎样 一个无能的政府就搞到我们这样 我亦报一报数据 我手上有的数据 维多利亚州 221例 新南威尔士州 手上有的数据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未更新的 我手上有最新的数据 就是1480例 9个人走了 而且有一个是二十多岁的逝离人 你配吗 什么 你配吗 你配吗 真的没有努力 有时候 我也想收起憤怒 但是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憤怒 是全澳洲人的憤怒 你搞到一半以上的澳洲人封城 多少人没有饭吃 多少人 要搬去第二个州 你背得起吗 请问 当然 他们有反驳 联邦的 反驳得很快 这个被牵涉在内的亨特先生 就是联邦卫生部的部长 他就说 哎呀 你们这些说法是错的 不回看是错的 我已经在多个场合 用多种方式反驳了 那为什么连澳洲人报上次都肥你 ABC都肥你 是一个商界大佬说你 说你们傲慢 这个email其实就是上次那篇新闻的一个佐证 就是你们傲慢 哦 无路搞到现在澳洲 今时今日 那亨特怎么说呢 他就说 卫生部已经在8月16日 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布了这些文件 我们部门在新冠大流行 开始没多久 已经开始和辉瑞合作 在合作之前一直有些非正式的接触 比如这些 电子邮件 但是 辉瑞公司 就告诉我们他们当时 不允许开始正式谈判 因为你不肯帮人开90分钟会议 叫人家签那份东西 叫人家签CDA 你只有一个赖字 一个事实就是 全世界都知道当时我们可以买多些辉瑞疫苗 违多报纸也敢说你 为什么你要慢 为什么你要拖 为什么你就押着牛津那斯利康 踏全澳洲人 踏全澳洲人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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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 部长又说 6月30日 辉瑞公司写给部长的信 正式开始讨论 其实澳洲政府立即就着手于正式谈判 第一步是同意和谈判的保密披露协定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CDA 为什么你这么久都不签 其实根本就是你慢 另外他又说 我们卫生部 和辉瑞公司在第一次会议 7月10日 当时 辉瑞公司写信给政府 告诉他们 现在可以正式参与这个计划 但是 新冠 候选疫苗 依然处于 第1阶段的 临床试验 从那时起 作为确保向 澳洲人供应 疫苗的一部分 我们和辉瑞进行多次的正式会议和电话接触 但是 你不要忘记 之前澳洲媒体说 你找人家谈的电话接触是找一些男人去 而且你的男人 辉瑞那边的人说的是傲慢的 无礼 是root 套佬他用这个字 傲慢与无礼不是傲慢与偏见 当然他就说澳洲 政府和辉瑞公司 签订了一份预先的 采购合同叫APA 以尽快购买新冠疫苗 同时我们也要根据 科学与 工业 技术 资讯小组的 医学建议才行 为了确保澳洲人的疫苗安全和有效 这个 你又是脱窩了 之前说的那些专家不是建议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最好是60岁以上的人才打 但是最后决定权在你手上 那些专家上次都骂你 为什么你就是赖那些专家 决定权在你们手上 你就说那些专家 哎呀 作坏了 建议搞到我们一副都是 疫苗推广 哎呀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建议 我们就不会这样做 最后决定权在你手上 你不要扮作 你是做拍板那个 老板 是吧 现在还有一件事就是疫苗护照会推行 我也觉得会好事的 但是 真是全世界都有骗子 现在 澳洲已经通过暗网 就说不用担心 疫苗护照500元澳币 500元澳币一份 怎么说 当然犯法的事一定不可以做 绝对绝对不可以做 我们就是叫人家小心 千万不要做犯法的事情 千万不能 现在 今时今日澳洲有这么大的恶果 这么多人走了 这么多人封城当中 这么多人破产 这么多公司 没什么 都是因为你们的傲慢 你们应该负责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